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一堆社会青年拦住了 手里还有武器 明显就是来者不善 许念念看起来特别害怕和惊慌 对方是冲许念念来的 更让曲静没想到的是 许念念竟然欠了高利贷 现在需要还15万 对方人多是重 又凶神恶煞的样子 把他们俩吓得腿软 曲静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啊 一群纹身黑衣青年 个个看起来都不好惹的样子 眼看着许念念被扇了一耳光 又被推倒在地 曲静再也忍不住了 她站出来和对方周旋 争取时间 对方说 只给三天的时间 再拿不到钱 就要许念念的双腿 许念念躺在地上 瑟瑟发抖 绝望的看着她 许念念家的经济情况 她是知道的 肯定还不出十几万 眼下 曲静不救她 还有谁能指望的上 曲静心里堵得谎 艰难的咽了咽口水 却强撑着没有丝毫露怯 许念念还这么年轻 失去了一双腿 以后的人生该多惨啊 那些人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骂骂咧咧地走了 曲静质问许念念 才知道 原来 许念念去年谈的那个男朋友 家人生病了 急需用钱 人命关天 没办法 只能借高利贷 许念念陪男友去了 现在 许念念的前男友跑了 不知所踪 所以 债主找到许念念头上了 这些地痞流氓们哪里会讲道理 管你是前女友 现女友 只要收回钱就行了 报警的话 警察也不能24小时跟着他们贴身保护啊 还是还钱比较安全 曲静不敢拿许念念的双腿来堵 曲静一边骂许念念不长脑子 一边气得面红耳赤 当晚她就拿出她那张宝贝银行卡 交到了许念念手里 刚好15万 你们两口子 比着我的存款来的吧 混蛋 曲静翻着白眼纷纷不平 为自己的全部存款 莫挨三分钟 钱再重要 好姐妹不能不救啊 想起高中那会儿 她父母离婚 又各自嫁娶 只把房子留给她 她一个人住的时候 必须整夜开着灯 客厅卧室 厕所都要亮如白昼 否则她就害怕得睡不着 后来有一次停电 她吓得躲在被窝里不敢出来 憋尿憋得要爆炸了 也不敢离开被窝半步 最后哭着给许念念打了电话 那时候是冬天 已经夜里11点了 许念念挂了电话后 打着电筒 穿着拖鞋 独自穿过黑夜 顶着寒风 冒着危险 一个人走了20多分钟 赶到她家陪她 开门的那一刻 曲静红着眼 抱着许念念 又委屈 又感动 哭得稀里哗啦 心终于放心地落下了 被哭声吵到的邻居隔着门破口大骂 大半夜的 还要不要人睡觉了 鬼哭狼嚎的 吓得俩人赶紧跑进屋内 钻进被窝坐着 两人笑得前腐后仰 那些艰难孤独难熬的日子 是许念念陪她走过来的 曲静不会忘 高熙出差几天也回来了 曲静和高熙又开始了甜蜜的日子 曲静还带高熙见了自己的父母 她是真心喜欢高熙 这种成熟体贴 无微不至的男人 让人有安全感 况且 高熙一米八截的大高个 五官端正 长得又帅 明星脸 还特别有男人味 三十岁 未婚 还是某上市公司的区域经理 月薪过万 这种颜值身材和能力并存的男人可不多 谁放手 谁是傻子 曲静父母表示对高熙没意见 叫曲静自己做主 他喜欢就好 曲静不自觉地就把婚礼提上了日程 这样的优质股还是早点收了好 没多久 高熙就提出想辞职自己创业 以她手里现在的客户 想要单干完全没有问题 加上快要和曲静结婚了 以后就要靠她养家糊口了 她必须更努力挣更多的钱才行 她想给曲静和宝宝更好的生活 刚好她朋友手里有个很好的项目 稳赚不赔 她不想错过 曲静回应她 不管高熙做什么 她都支持她 高熙回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还有几生肉麻的老婆 曲静心里乐开了花 后来 高熙说到创业资金 现在还差十万左右 希望曲静作为问婚妻能支援她 曲静没钱 只能去求父母 没想到父母的态度异常的一致 不给 不管是给还是借 父母都不松口 反复强调婚后才能给 曲静气得不行 跟父母大吵了一架 曲静很自责 觉得自己没有帮到男友 男友肯定对她很失望 其实她心里很自卑 即使顶着漂亮的外表 实际上她只是个被抛弃的孩子 做着普通的工作 拿着五千多一个月的工资 又不会做饭 很多时候还需要许念念和高熙的照顾 她一直觉得自己配不上优秀的高熙 所以想努力讨好她 没想到高熙唯一一次开口 需要她的时候 她居然没有帮上忙 所以她非常自责 高熙知道后表面上没有说什么 但是接连几天的脸色分明不太好 没几天 高熙又愁容满面地回来 说在朋友那儿借到了五万 现在就差五万了 让曲静一定要想办法帮她 曲静看着男友焦急的模样 又心软了 开始打电话 问朋友借钱 没想到 这些朋友 老同学 没一个愿意借钱给她 最后 只在同事那儿借到了三千多 借一圈下来 曲静垂头丧气 像个斗败的攻击 她从来不知道 自己的人缘竟然这么差 把借到的钱转给高熙时 高熙的语气里 满事不可置信 三千 这点钱拿来干什么 曲静 你是不是根本不想跟我在一起 你明明说过 你有十几万存款的 现在拿出五万来 借给我做生意 你都舍不得吗 这样 你还说爱我 隔着手机屏幕 曲静都能感受到 高熙的失望和愤怒 她手有些颤抖地回复了高熙 她的钱 借给许念念了 说清事情原委之后 曲静突然觉得很难过 她有一种预感 她要失去高熙了 果然 高熙没有回她的消息 曲静隔着几分钟 按亮屏幕 查看有没有消息 最后 还是没有收到高熙的任何消息 手机突然响了 曲静浑身一震 马上打开软件查看 没想到发现了别人不借钱给她的秘密 是一位老同学发来的消息 对方说 对不起老同学 许念念让我不要借钱给你 具体原因我不能告诉你 曲静脑子挨了沉重的一击 砸得她头晕目眩 原来是许念念在捣鬼 她想起一个相熟的同事 曾经提醒过她 要小心许念念 又想起许念念总用异样的眼神描高熙 简直气炸了肺 亏她对许念念那么好 把她当亲姐妹 还拿出了全部存款借她还债 可她现在居然想挖她曲静的墙角 许念念阻止她给高熙借钱 分明就是想破坏她们的感情 让高熙对她失望 许念念刚好进屋 让曲静吃晚饭了 愤怒失去理智的曲静一下就爆发了 口不择言说了很多话 这是她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和许念念吵架 她觉得她和许念念的友谊完了 又哭又闹 到最后曲静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发了什么疯 隐约记得那些话很难听 还让许念念滚 许念念最后什么都没有说 轻轻的带上门走了 这一夜曲静失眠了 第二天当她主动给高熙发消息时 发现自己被拉黑了 她马上给高熙打电话 结果对方已经是关机状态 曲静不死心 跑到高熙的公司去 结果前台叫出来的高熙 是另一个又矮又瘦的男人 曲静拿出手机 慌乱地翻出高熙的照片给前台看 结果前台小姐说 抱歉 我们公司没有这个人 曲静不相信 拿着照片一遍又一遍 让前台小姐确认 前台小姐明显不耐烦了 我在这两年了 就算是昨天刚来的新人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唯独美女照片里的这个人 曲静整个人如坠冰窖 脑子里乱成一团 整个人都是颤抖的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 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那种被抛弃的感觉 那种黑暗和痛苦 像一张大网 瞬间从天而降 把她包围 厉得死死的 让她无法呼吸 她不相信 高熙那样体贴温和的人 会骗她 她始终说服不了自己 她不清楚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一切 让她无法冷静思考 爱情 友情 到底什么才是真的 好像一夜之间 她最重要的两样东西 都没了 想起那些年 许念念陪她度过 失去父母 失去关爱 那段最孤独 最煎熬的时光 那时 她的世界里 就只有许念念这束光 一直温暖她 现在 时过境迁 十几年的感情 真的就这么不堪一击吗 许念念回家后 曲静听到外面的动静 知道她回家了 眼神一亮 可随即想到 昨夜的事情 她又低下了头 从沙发上 起身 准备回卧室 许念念拉住她 叹了一口气 把曲静 扶到沙发上 娓娓道来 知道曲静谈恋爱后 许念念也没什么意见 只能叮嘱曲静 不要头脑发热 陷入太快 免得后面无法自拔 毕竟27岁的恋爱 都是奔着结婚去的 必须得谨慎 不能傻乎乎的 一来就付出一切 许念念是真心希望 曲静能找到真爱 拥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家 她知道 这是曲静最期待最想要的 那天 许念念头痛难忍 于是提前请假回家 关门在卧室里休息 不知道过了多久 迷迷糊糊 听见外面有人打电话 夹杂着 宝贝 在家乖乖等我 下周回家看你 之类的语句 许念念脑子里 警铃大作 瞬间清醒 这分明不是跟曲静打的 这男的肯定有问题 她以为许念念没下班 家里没人 谁知道 她今天请假早回家了 后来许念念告诉曲静的时候 曲静还坚称高熙不是那样的人 竭力为男友开脱 还说肯定是许念念病糊涂了 听错了 还让许念念不要说她男朋友坏话 她全心全意地相信高熙 许念念气得够呛 三天都没和曲静说话 不仅如此 隔几天许念念去临市 看望表姐的时候 帮表姐接小孩 等她赶到幼儿园的时候 居然看到了高熙 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 笑着扑进她的怀里 甜甜地叫她爸爸 那张脸分明跟高熙 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许念念心跳加快 半步都迈不开 在心里将高熙的祖宗问候了一万遍 说好的未婚 优质单身男 结果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这不是骗子是什么 小侄儿在门口叫她 等她接完侄儿 高熙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她本想打电话告诉曲静 可以想到上次的事情 曲静那么相信高熙的样子 许念念瞬间生出一种挫败感 现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只能先静待时机了 免得打草惊蛇 从那天起 许念念一有空就跟踪高熙 希望能发现点蛛丝马迹 所以就有了最开始 许念念和高熙经常一起不在家的情况 早在两周前 许念念跟踪高熙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了 高熙并不在那个公司 她的身份就是个已婚无业男 仗着自己好看的皮囊 四处招摇撞骗度日 已有不少受害者 许念念把她的照片 在本地论坛一发 就有两个受害者女孩联系她 因为数目不大 所以大家都没有报警 许念念心里有了数 为了保护曲静的财产不被骗 所以她请了朋友帮忙 演了一出黑社会要债的戏码 就是想让曲静拿出钱来 许念念替她保管这个钱 还联系了曲静的父母 说了这件事 为了安全着想 曲静父母也同意了 不会拿钱给曲静 为了以防万一 包括曲静熟悉的同学和朋友 曲念念都特意打了招呼 只是曲静的同事 她确实不熟 就忽略了 不过还好 只是损失了三千块钱 就当买个教训 曲静听完 目瞪口呆 好像瞬间 没有那么伤心了 结果许念念 递给她银行卡时 曲静说不清楚 是什么样的心情 心里五味杂陈 许念念戏学道 你可真是个傻子 没有我 你可怎么办呦 这会儿 肯定人才两空 哭成傻逼了 曲静扑斥一下 笑出声来 伸出手 打许念念 就你厉害 谈笑间 心里堵着的那团东西 瞬间散开 烟消云散了 知道了高熙 是真的骗子以后 她反而释怀了 她一直以为 许念念和高熙 有私情呢 一想到要失去两个人 她就心疼得 无法呼吸 还好 现在许念念 还是在乎她的 而且 从未背叛她 许念念 怯了一声 自豪地说 那是 你以为 像你那么单纯 一恋爱 脑子就被鬼吃了 智商为零 曲静笑着扑上去 两人打坐一团 后来 几个女孩 联合去报了案 合计被骗金额 三万六千多 那个高熙的诈骗金额 明显达到了规定数额 而且 是个惯犯 许念念 虽然不知道 高熙的真名 但是 知道她女儿 在哪个城市 哪个幼儿园啊 这下 还怕逮不到她吗 经过这次事情后 曲静反思了很多 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 让她变得敏感 没有安全感 男人的给予 她的一点好处 一点花言巧语 就可以换来她的真心 和死心塌地 几个月的男女之情 和十三年的友谊比 她竟然听信同事的话 质疑许念念 质疑自己最亲近的人 还口不择言 说了那些话 伤害到了 最关心自己的人 她真的蠢透了 不信任朋友 比被朋友所骗 更丢脸 任何感情里 都需要信任 生下来 没人教我们 该去相信谁 没人教我们 怎样辨别真假感情 因为这世上 有太多东西 是眼睛看不见的 和你一同笑过的人 你可能把他忘掉 但是和你一同哭过的人 你却永远不忘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满足您的故事